是85年是86年 有一个中国人 周居斯 他不幸福的 周广大 在那边开了个面包店 周广大这个人非常忠厚 老实 规规矩矩的做生意 任何宗教信仰都没有 我们也不认识 那么在当时 这个地区 佛教就是我们一家 华府佛教会 成立大概才一年 他们请我去做会长 遇到周广大这个事情 到了癌症 苦不堪言 加了一个的治疗 在医院检查之后 医院放弃了 说他的病 会非常严重 是第三期的了 没有办法以后 让他家人带回去 告诉他 能存活的时间 能存活的时间很短 在家里人 才到处啊 就求神 拜佛 到处找 就找到我们 佛教会来了 告诉他家里 人得的这个病 希望我们帮助 我们当时 有几个热心的同修 就去看他 看他确实 无法恢复 所以就劝他 告诉他 西方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只要能信 只要真正想往生 肯念一句阿弥陀佛 佛都会来接应 他一听了就相信 就告诉他家人 不要再去求医 不要乱跑了 让家里所有的人 一起念佛 帮助他往生 这个太难得了 所以我们华府佛教会 这些同学非常热心 看到他这么好 能留帮他祖念 三天就往生 一念佛了 他发愿求生 一念佛了 他就不痛了 不能很痛的 他告诉家人 就不痛了 好 大家一起念佛 三天佛神 三天佛神 听说活化 还有神力 不可思议 这个人肯定 这个人肯定过去身中 累积的善根佛德 非常深厚 只是在这一身当中 没有遇到缘 临终才遇到 临终遇到 人家给他一提 善根佛德因缘 就起来了 就起作用了 感谢观看